咱们的这个什么啊 协处理器吧 好吧 概念上东西咱们先看一下 好吧 高级编程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协处理器 协处理器呢 其实是为咱们的二级索引来提供服务的 那么实现咱们的二级索引 其实就靠协处理器 那这个协处理器呢 简单来说就跟咱们的MySQL里面的 存储过程啊 触发器是一样的 触发器 对 好吧 所以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对吧 协处理器主要有两种 一种什么Observer 它就是什么 挂在咱们的服务器上 拦截咱们的什么 客户端发送的IO请求 对吧 另一种呢end point 结束点 好吧 一般咱们可能用这种呢 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啊 那Observer允许集情在正常的客户端操作过程中 可以有不同的行为表现 end point呢 允许扩展集情的能力 对客户端应用开放新的运善命令 看到吗 对吧 这是什么 这就好像是咱们在对你的什么 集情的功能进行扩展吧 对吧 比如说put啊 get啊 是吧 是吧 那我这是什么 我这个时候来要来写一个什么forput 对吧 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在咱们这个集情上去直接通过这种的end point的方式来扩展了 好吧 来扩展好 那咱们正常呢 咱们其实就是用这种Observer 的协处理器来说 好吧 协处理器咱们注意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呢 注意正常的铺的流程咱们什么 客户端是不是就向咱们的利件收入发请求吧 对不对 咱们什么 这话咱们说 你的行职咱们就省列吧 对吧 这种你是不是一定是会什么 会能够找到咱们的书记真正的存储在利件收入吧 管理的利件收入吧 所以什么 咱们这种肯定是客户端向咱们这个利件收入发送请求 对不对 那利件收入呢 利件收入就会将请求整给你的相应的利件来做 好吧 是不是咱们每一个利件里面什么 都管理你的man store 对吧 书记都写到man store里面 所以什么 它是要整整到你的相应的利件做 好吧 那好 那让什么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什么 是不是利件上面就执行你的铺的请求 是不是教你书记写什么 写字 教你书记写咱们的man store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好 第三步呢 第四步就是返回想因为 对吧 返回你的结果吧 对吧 利件返回给利件收入 利件收入 返回给客户端吧 对不对 返回给客户端吧 对不对 返回给客户端 这是咱们正常的逻辑 那咱们加了ob server之后呢ob server咱们说了什么 它就是一个勾子 对吧 拦截器嘛 它其实就是一个拦截器啊 好吧 那让我们看一下什么 第一步一样 客户端向利件收入发送IO请求吧 铺材请求 那第二步好像也一样 利件收入 转给利件吧 对吧 那第三步你就注意 它的利件收入 咱们自己写的程序 它就相当于在你的利件里面封了一层壳 对吧 对你的什么 对所有的利件跟咱们的内部的操作 它都做了一个拦截 明白吗 你执行什么指令 我什么 我拦截你的数据 拦截你的指令 好吧 那这什么 这就咱这个拦截器 那然后咱们的利件server 说利件server里面我就要写我自己的处理逻辑吧 对不对 我看什么 在你真正的将数据写到你这个表里面之前 哎 我要做我自己的操作吧 对不对 操作嘛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修改你的数据 对吧 修改你的数据嘛 那好 那什么 那好 我提前做 好 做完之后呢 收拾什么 就执行你的客户单的put命令吧 真正的修改你什么 修改你的数据 但是对于拦截器可以拦两次 前一次 后一次 对吧 就是什么 如果你的逻辑是希望在真正的更新他客户式的数据之前 我要写我自己的数据 那我就拦截出来做什么 我实现一个put的方法 明白吗 在你之前我去插入数据 那如果说是什么 我要在你之后做的话 我就再写一个什么put post的put的方法 好吧 那这里面方法咱们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 好 那然后呢 这咱第五步拦下来之后 是不是我要什么 我是不是要执行我什么 执行我自己逻辑 我要在你执行之后去处理我的流程吧 对不对 好 然后 接着就是返回嘛 对吧 返回响应 返回响应 接着就是一样的 这个倒不是什么那个 就中间加了什么 加了拦截的功能吧 拦截完了之后 我要什么 就要把我的逻辑是不是要执行 对吧 是在前执行 还是在后执行 那就是咱们什么 咱们写在程序里面的吧 对不对 你要在前执行就实现这个方法 你在后执行就实现这个方法 就ok了 好吧 这是咱们最快的 对吧 请求分派给合适的这个嘛 理解啊 然后什么 这个咱们就会拦截 是吧 拦截器 在那里拦截你的请求 然后呢 这张表上登记了咱们这个Lidian Observer 写处理器 对吧 写处理器 上面什么 咱们就可以去 如果咱们写了这个 咱们就调用这个 如果没有写什么 它其实就会直接走吧 拦下来一样什么 没有用嘛 对吧 你没写这个方法 咱们其实前面就不会拦了 对吧 你没写这个方法 咱们后面也一样不会拦了 好吧 然后呢 再接着进行处理 对吧 理解产生结果再次被拦截 要用POST的 假设没有拦截 该响应 最终结果被返回 好吧 最终结果被散回 好 这是咱们的Observer 咱们什么执行的流程啊 那然后下面呢 主要看这个Observer的类型 一种是Lidian Observer 就这种东西作用在什么 作用在咱们的数据阶段吧 对吧 咱就是在Lidian上面上面写了 理解上面 好吧 知道你什么 知道你的请求发送到Lidian上 它才会起作用吧 好吧 它才会起作用 好 第二种呢 这个一看就知道 WAL 对吧 是不是就是什么 写字字吧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什么 直接做到写字字里面 咱们说什么 写字字 那其实你什么PUT呀 GET呀 DELETE呀 是不是都有 对吧 GET也没有 更新的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咱们写在这里 那就是当你的数据改变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响应 对吧 第一个咱们说什么 在Lidian上面 Lidian上面说什么 Lidian上面实际上咱们也可以做 读数据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响应你的 我自己的逻辑吧 对吧 读数据的时候 好 这是什么 这是所有过程 这是咱们 哎 第一个是所有的过程 第二是写过程 第三个 注意MASTER MASTER咱们说了 MASTER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你的结构的变化吧 对不对 包括分 重新分配你的理解嘛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还有个什么 MASTER 勾注DDL实践 对吧 如表的畅见 或者模式修改吧 对吧 咱们表属性 列数属性修改 是不是都算是模式修改 对吧 所以什么 这上面两个对应的是DML操作 下面两个对应 下面这个对应的是DDL吧 对吧 好 那这是咱们这块的 整体的 那然后呢 再接着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索引 好吧 二级索引咱们其实也是一个案例的东西 稍微说一下吧 对吧 就咱前面说的是什么 粉丝和你的明星吧 对不对 咱粉丝是不是都什么 关注你的明星吧 对吧 那咱说这个什么 群体非常大 对吧 现在是不是什么 基本上应该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个偶像是吧 是吧 反正肯定会关注啊 那然后这个东西咱们不管 那这边就这样的Lowkey 是吧 正常情况下来说咱们什么 咱们是怎么成的 不不写了吧 好吧 然后什么 这边是不是咱们什么 比如说咱们叫一个关注 是吧 然后呢 再来个什么 关注 咱们就写一个就得了 列数是吧 这块 就来一个关注嘛 对吧 那好 那咱们说这个粉丝用户咱们怎么做 Lowkey咱们怎么设计 对吧 然后什么Lowkey是不是咱们的粉丝关注明星吧 那就直接写嘛 对不对 一般来说咱们是吧 比如说 谁 是吧 老陈是吧 老陈关注什么 关注高元元是吧 我是不是直接这样来 对不对 当然是吧 咱们要写写钱是吧 好 陈风高 是吧 然后这边来个什么 高元元是吧 组成一对是吧 好 OK了 好 那然后这边是不是什么 我这边我数据我就这样来 那你是关注我就什么 直接关注嘛 关注然后冒号什么 Floom就是什么 关注的来源是我 对吧 然后是不是再来个什么 关注 然后什么兔吧 是吧 我关注谁嘛 然后什么高元元是吧 那这样一来其实什么 这种数据咱们说 我如果我只是想查到 我陈风高关注的多少个明星 我是不是好查 咱feel他是不是什么 前这feel他是不是OK了 对吧 就这个什么 希求 咱说第一个希求 我要查什么 第二希求我就要查行 是吧 某 某什么 不是某老师 某老师干啥呀 某什么 某什么迷来的 是吧 某迷吧 对吧 关注了多少明星 是吧 我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种的希求咱们好做吧 好 那现在但是我现在我想什么 我想再查一个 查行什么 某明星 被多少粉丝关注 那这个怎么查 注意啊 咱们是 HBase里面查 你别跟我分组Count 分组Count 没有用啊 对吧 怎么查 对吧 当然有个人说什么 老师咱们不是有个sub 使劲 比较器吗 对不对 我给你来个什么 low key的sub使劲 比较不就完了吗 是吧 filter咱们是不是有 low filter 对不对 low filter里面 比较器 我用个sub使劲 但是咱们说过sub使劲 它是什么 它是怎么做的 是包含关系吧 对不对 包含关系嘛 那万一有个人叫什么 有个人叫名字叫高圆圆圆 我是不是也会查出来了 对吧 我就想查高圆圆 你来三个圆 我是不是也查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咱们前面说过 如果不是前债查行 咱们的low key 是吗 咱们查行数据一定是前表扫描 没有吗 前表扫描 咱们说什么 数十亿行 你给我扫一个看看 对不对 绝对这种性能是很差的 对不对 性能很差 当然有的东西会是什么 那老师 你这里不是有个tool吗 我师傅可以来个什么 single column value filter 对吧 对不对 单列值的比较吗 但问题是单列值比较 咱们也说了吗 你还是要前表扫描吧 咱们只有一个东西能够利用 所以就是你的low key 对 你就是什么 所以说咱们查行 h base的查行 咱们设计方案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利用它的low key 来做查行条件 并且你最好利用什么 利用它的前债查行 明白 这是咱们h base的性能的设置 所有的场景下 你都要往这一个方面考虑 那好 那咱们这个 咱们就应该怎么考虑 查行明星 被多少粉丝关注 对吧 这东西咱们什么 咱们说OK 从我自己的这张表里面 我现在是没有优化的空间吧 我有优化空间吗 是吧 low key我已经设计成这样的 然后这个内容咱们说什么 内容咱们就根本就不管了 对不对 咱们的性能就是从low key来着手 对吧 只要你low key不满足 那你就基本上不要想咱们的性能能有多好 明白 那这是什么 那咱们是不是要想另外一种方式 对吧 你这张成熟表你什么 你已经设计好了 就假设我没有 对这个表我根本就没有想象 对吧 我根本就没有想象 好 那这种怎么办 一个不够 加一个嘛 一样的 加一个索引表 对吧 咱们说什么 这个是你的粉丝表吧 粉丝是key吧 对粉丝是key嘛 那这是什么 我再来个明星表可以吗 对吧 明星表嘛 那就是什么 好你这里这样写 那简单 我这里怎么写 我这里怎么写 我就是什么 高圆圆 哎 对高圆圆被成红高关注了 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吧 那这是咱们low key 然后什么 那这个里面的数据是不是也一样 好 关注 反正这里面怎么写都可以啊 就是什么 Floom我就直接写高圆圆 然后实际上这边数据是什么 可以不写 是吧 对 可以不写 对吧 我就什么 把你前面这个表的low key 直接写在这身 这里就ok了 我就通过这个表什么 直接查low key嘛 查到时候 我是不是再到这边来 查数据吧 对 这是什么数据少的时候 数据多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样做吧 数据少的时候说什么 数据少的时候说什么 数据少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数据全都给我乘数一遍吧 对不对 根本就不管你嘛 好吧 所以什么 那这个比如说我再来一个 什么 关注 对吧 然后什么 比如说来个index key 可以吧 哎 这不是啊 是是是 是吧 然后什么 我是不是把前面的什么 前方高 然后关注 然后什么 高圆圆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记录到这个 索音表里面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啊 就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索音表 咱这个表是不是现在来说就是索音表吧 这个表我现在就是当做索音表 对吧 这个索音表什么 我重点在于 重新设置了low key吧 对不对 但是嘛 如果说我这个表我这些表里面我数据可能非常多的话 那我就是不需要保留两分数据吧 对吧 数据多我就不需要保留两分数据吧 然后什么 那我这边我就可能就是这样 把这个东西加进来 我这个表索音表我就只保成一个值 这个值呢就是什么 跟咱们的这个关注表 的关联关系吧 就是它的low key值 没有吗 我就要它的low key值就行了 对吧 当然一般协力咱们什么 其他一般来说咱们这边会保留一些关键的属性 对吧 比如什么用户 反正说用户姓名啊 性别啊 对吧 这些咱们说是日数据嘛 对吧 这种数据咱们一般来说企业里咱们也会保留 明白 是吗 那这样一来咱这个是不是就ok了 ok了吧 那现在来说我要再查询第二个我该怎么查 我是不是先查这张表 对不对 是不是先通过这个张表呢 使用咱们的前债查询吧 就是所有的什么 前债 以高圆圆开头的 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高圆圆开头了 然后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要关注我 是不是什么 高圆圆跟陈锋钢之间 我是不是还有个杠 我把这个杠是不是也可以加上 对不对 把杠加上就表示什么 是不是我查出来就是高圆圆的吧 不会是什么高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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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个 对不对 不会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什么 好 那第一次我查出了这个 是不是查出这个东西 我说对呢 就把你的这张表的lowkey 是不是得到了 对吧 那这些的我查数据怎么查 是不是拿这个lowkey 直接到这边来get get get 是不是就完了 都不用scan吧 不用扫描吧 直接get吧 对不对 get我是不是也可以什么 get一个沉入一个历史的吧 是吧 你这边有多少个key 我只能这样 直接放到历史里面 是不是一次性 可以把你所有的行业给查出来吧 对不对 就等于什么 把一次的操作做成两次嘛 但是咱们两次 是不是都使用了我的lowkey 作为条件吧 对不对 所以我的性能是什么 性能不会太差吧 对不对 这是咱们的场景啊 就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我要使用我的二级所有 对吧 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那什么 怎么用咱们就下午再来说吧 好吧 谢谢